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该笔军费严重损害了我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回应称 如果美方不及时收手 将会根据形势发展做出必要反应 在多次警告无效后 中国最终决定出手反击 张立坚在2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将对参与对台军售的洛克希德·马丁 波音防务 雷神等美国军火大头 以及在军售武器过程中发挥恶劣作用的 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正在外界还在猜测中方的具体惩罚措施时 被制裁的美国隔天就传出了坏消息 据环球网最新报道 日前美国军工与航天领域的巨头企业 美国国防部主要承包商之一的雷神公司 宣布将削弱15000个工作岗位 以及4000个承包商岗位 关于大幅裁员的原因 雷神公司也给出了相应的说法 称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 导致公司数项主要业务销量下滑 乍一看 雷神公司宣布的裁员 并不是直接受到中国制裁的影响 因为疫情的影响导致整个行业进入了低谷期 另外还有人认为中国对雷神公司的制裁 多半是出于象征意义的 因为雷神公司并不直接在中国开展业务 只是与香港略有业务来往 如为香港机场空管系统提供技术服务 但是是一个转折点是 在2019年 雷神公司与联合技术公司合并成立了雷神技术公司 虽然只涉及科林斯 普惠等航空航天板块 但意味着雷神公司已经触碰中国内地市场 除此之外 雷神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 收购的德国公司在中国内地业务量庞大 主营业务是向船舶提供导航类产品 据资料显示 克林斯的空管雷达和明基航电 在中国都有很大的市场 新洲系列的驾驶舱控制台 就是克林斯提供的 C919的通信导航 系统监视和客舱核心系统也是克林斯与国内合资提供的 雷神还有很多船舶导航产品与中国有交集 但这不是不可替代的 中国也有国内的备胎 必要的时候可以顶上去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在美国军工制造所需的稀土材料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一旦制裁真的落实 可能会对相关稀土供应链产生巨大冲击 众所周知 稀土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在军工制造业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可用于导弹验室设备的传感器 和制导系统以及喷气式飞机上的陀螺仪等 而雷神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导弹 导弹防御系统和雷达 其是世界上最大的制导导弹生产商 例如名声大造的爱国者导弹 就是雷神公司生产的 不久前 其获得了一份1亿美元的合同 是为美国陆军以及荷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部件改装包和配件 然而不幸的是 作为一个军工大国 却缺少军工制造必要的原材料 一项统计资料显示 美国的稀土进口量中高达80%来自中国 一旦制裁落实下去 对雷神公司的打击一定是空前的 分析人士预测称 除带来数万名员工下岗以及百万利益损失外 雷神公司的市场甚至将面临长期萎缩的可能 并且在未来几年内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反弹 在制裁名单上的波音房屋 虽然没有直接在中国开展业务 但中国却是波音公司最重要的市场 10月28日 据外媒报道 波音公司警告称 波音计划2021年年底再裁7000人 波音行政总裁表示 受到疫情和737民航客机仍在停飞的影响 波音在复苏道路上步履蹒跚 预计到2021年底将减少约3万个职位 较之前公布的再多1.1万个职位 波音公司预计2021年年底再将拥有13万名员工 而2020年初的员工人数为16万人 据了解 2020年二季度 波音净亏损达到24亿美元 为了能够提振该企业经济 波音公司曾两次向中国提出 复飞波音737客机的请求 就在日前一次国新办发布会上 我国民航局局长冯振林 拒绝了美国涉予关于737复飞的时间表要求 这个原本举步艰难的波音公司又当头一棒 关于737是否能复飞 冯振林也公开表示 中国航空方面明确态度 并提出三点要求 通过这三点要求再来考虑 是否对复飞抱有期待 越南人士认为 当前正处在波音737飞机 是否能得到中国试航监管当局 同意复飞的敏感时机 这一事件发生 可能会对其进度产生直接影响 中方一次性对外宣布制裁三家美国企业 以及有关个人和实体 这种力度是罕见的 因此也向外地传接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在触及到我国的底线的问题时 我国必须要让外界知道 靠近这条红线会有何明确后果 就像俄罗斯媒体所预测的那样 中国的制裁真的能打腾美国的军火伤 在某种程度上 现在的中国有点像三十年代末的苏联 在那之前 苏联科技被西方看不起 但在三十年后的后半期 苏联科技奇迹崛起 这是二战中苏联军工的物质基础 此后直到冷战期间 苏联军事科技还保持了很长的高度发展势头 着实把美欧惊出一身又一身的冷汗 不同的是 今日的中国不光在科技上突然令欧美刮目相看 这些成就还是在扎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上达成的 具有远远强大的可能持续性 这才是最令欧美惊恐的 这也意味着美欧公司在中国 躺着也能赚钱的窗口在迅速关闭 离开中国这个最活跃的市场 意味着自己的活力的枯竭 早直深耕才是正当 德国大众和美国通用汽车就是先例 但光是提醒还是不够的 静侯还得杀机 雷神就是这个机 波音防务则是对波音集团的提醒 别走太远 这也是通过美国公司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途径 在美国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年代 美国公司对台军售的热情 只受美国政府的闸门开得多高的制约 30年后 美国公司的热情就会更多地受到 中国政府的闸门压得多低的制约了 对台军售确实是美国政府主导的 美国公司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动参与 但美国政府出于政治考虑 而强迫美国公司承受商业损失 这也是不可持续的 公司存在的目的是盈利 美国军公司不断脱离军工品的生产 正是出于军工品再难可持续的盈利 通用动力卖出F16 联合技术公司卖出直升机都是例子 这个趋势已经引起美国军政商界的严重关注 高度集中军工集团不符合美国利益 但军工产业发展可持续性优势 又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迫使美国军工公司参与损害商业利益的 对台军售只可能增加不利的压力 美国政府可以利用利润丰厚的新增军购作为补偿 但这次不仅引发相关的拨款和政治问题 也增加了美国对台军售的政治和经济成本 制裁的根本目的本来就是提高反华成本 对波音防务洛克希德和雷神的制裁只是开始 最后小编要指中 中国不可能仅靠现有制裁使美国收手 必然要依靠一系列反制措施 去年7月 耿爽还是外交部发言人时曾说 制裁的具体细节目前还不必透露 但中国的制裁一旦落到石柱 就会让他们感到痛 今年10月17日 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 出口管制不妨大胆设想一下 如果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 对某些产品进行出口管制 而这些产品恰好又是美国军火商生产链中不可获缺的物资 这是小编目前的猜测 但至少我们手中掌握不少牌 不急于一下子打出来 从根本上说 解决美对台军售的最好办法是釜底抽薪 美对台军售说到底是为了制衡中国 毕竟对岸内支军队本来就只是一只软脚虾 给他的壳在印 他还是软脚虾 只要从根本上解决了台湾问题 美国对台军售就彻底失去了意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